個案每日商位數上升 有四成是本地個案 部分未找到病源 政府專家組成員之一的許樹昌說 情況令人擔心 這個星期突然出現了這一類不明來歷的群組 都不知道在哪裏受感染 我相信都是跟3月19日前回來的香港人 真的可能有部分人是帶著病毒 將病毒散了入社區 如果現在都再不努力撲釋那個疫症 香港一大爆發 我們的醫療系統是定不住的 他認為這兩三星期是防疫關鍵 不可以只靠政府措施 大家都要走多一步 大型訓練就不可以進行 另外就是那些酒吧 就可能短期一個措施 晚間過了某個小時數是不可以認為 捱過了這段時期 希望那個疫症是受控 可能3、4個星期後 政府又會將這些措施放鬆 雖然醫院隔離病床接近飽和 許雪昌說希望暫時仍然用圍堵 一日未到最後關頭都不要放棄那個圍堵政策 現在都是盡量走回那個圍堵 盡量將那些入境的學生或者香港人 做一個家居的檢疫 許雪昌說一旦社區大爆發 不可能再用圍堵政策 醫院亦都無法負荷 到時就要好像英國、澳洲那樣 病徵輕微的病人 無法入院 要回家隔離 有先這次記者 都明說不得 都明說不得 有先這次記者